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10月25日星期日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冷眼看世界的VALS节目 现在呢距离美国总统大选还有9天的时间 我今天呢给大家报一个 这个我没法展示任何这个网页啊 还有截图啊什么这些东西啊 因为这个涉及到一些这个非常敏感的内容 从昨天晚上开始呢 可能有一些朋友已经听说了 就是郭文贵的这个GTV.org 在他的这个郭TV的这个网站下面就开始上载了 就是大量的这种黄色的淫秽的这个截图 还有这个视频 而这些呢现在在这个其他媒体上 包括YouTube Facebook Twitter上都是不能传播的 但是郭文贵把这些就是他所号称的这些图呢 就是说全是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的一些这个淫乱的图呢 还有视频放到他这个网站上 我只是给大家说一个消息啊 因为据郭文贵所说呢 这些图里面还有视频里面也包括一些这个亨特拜登跟未成年小女孩这种 就是色情的视频 就是完全是这种 这个完全是这种 纯色情的视频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你可以去看一下 但是我没有办法跟你做任何的推荐 或者说是评价 这件事情出来之后呢 过去也已经快 差不多12小时了吧 但是没有任何媒体报 甚至福克斯啊 还有一些这个右派的媒体呢 都没有任何人报这个郭文贵放出来的这个视频 还有这个图片的信息 因为这个确确实实是没有办法验证是争是假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科技非常这个发达 你如果就是弄一段这个黄色图像的话 你把它这个头换成任何一个人 比如说是换成这个 就算是换成奥巴马 或者特朗普的这些都无从考证 所以这个就是完全是未经证实的小套消息 我当时这个郭文贵呢 起码在GTV上面 他全都是给po出来了 值得一提的是 如果观众朋友们想看呢 你看的时候呢 就是一定要小心 特别如果你是在美国呀 或者说其他一些西方国家 你如果看这个 就是未成年人的这种色情视频的话 其实是犯法的 其实是触犯了法律 所以我是没敢看 但是他那上面有一些这个截图什么的 也有一些视频 就是大家如果看的话 你在国内看那肯定没什么问题 没人管你 但是如果你是在这些西方国家 他本身就是不让放任何这种未成年人的这种言会视频的话 你如果不单是这个上传 你就算是只是观看的话 有可能也是涉嫌违法 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 我只是把这个告大家 所以我个人觉得呢 他有这么多的这种 所谓的是拜登儿子 汤特拜登的这种不亚照啊 视频呢 说是从他这个笔记本里流出来的 当然我们知道 这个主流媒体报的呢 都是特朗普的私人律师朱利安尼 还有这个汤特的前军师班农 他们有这个电脑上的这些东西 但是现在呢 这两个人没有跳出来 把这些色情的视频呢 图片呢 传到网上 反而让郭文贵来干 所以我个人感觉 郭文贵这回呢 就是一场豪赌 对他将来的这个前途呢 甚至这个人身自由呢 都有很大的这个风险 这显然呢 他怎么能得到这个 就是从这个班农那儿得的 这个班农我不知道 是拿的第一手的 还是从朱利安那儿拿的 但起码这两人是一条船上的 而这个我们知道 班农和郭文贵呢 也是 这真真实实的是一条船的 因为就是在一条船上 待了好长时间 然后也是在那个郭文贵的 这个船上被 FBI的人给带走的 就是班农 所以现在基本上就是 报这个黑料啊 已经不是特朗普和特朗普 就是周围那圈的人干了 而是完全借这个郭文贵之手干了 还有那个路德 这个就是把郭文贵和路德 推上这个美国政治斗争的最前线 因为毕竟 昨晚晚上你发的时候 距离美国总统大选投票 就十天的时间 在这样一个敏感的时刻呢 这个美国的国家机构 都非常非常谨慎 不敢这么如此 这个肆意的干涉 美国大选 然后不敢就是 做出这么强的这种表态 但是把这个郭文贵和路德 推到前面 当了这个白手套也好 或者说什么其他什么手套也好 完全就是让他们 等于到了美国政治斗争的一线 这一次如果是特朗普连任了 还好 就是说郭文贵不会受什么冲击 但是如果真的拜登上台了 现在也是这个比较大概率多一点 我个人觉得60%可能性 拜登上台 拜登上台之后 你在这个投票之前 你郭文贵这么大肆的放一些 抹黑他家人的 不管是真是假 你把他孩子的这个照片 甚至跟这个未成年小女孩的这些 隐秽照片 公然传到网上 大肆传播 还写了很多这个什么什么 完全是什么什么 黄金蓝被中共拿了把柄 拜登家族 这么公然的向这个 拜登家族开炮 将来呢 很可能会受到这个冲击 就看民主党和拜登上台之后 就是怎么整过文贵了 这个非常非常跨越了红线的 你不管怎么说也好 你不应该就是作为一个 政治避难 或者说是得罪了这个中共的人 跑到美国来 本身应该低调 就是受这个政治逼顾也好 或者其他的一些这个原因也好 你这么高调的介入 而且是在最前线 比这个美国的FBI司法部 班农 还有这个朱利安尼 还要冲套前线来 发这些 美国的主流媒体都无法验证 都无从验证 也不敢去报的这些黄色视频 这个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我个人呢 非常担心这个郭文贵 我不知道 这郭文贵据说是跟这个大纪元 还有法轮功不是一派的 而是另外一派 什么什么 中共建国 什么民主联盟 什么之类的 我也不是很清楚 反正这个海外这个 反共圈很复杂了 你这么做的话 我觉得很危险 基本上等于是给自己 就是上了这个断头台 如果拜登上台 这郭文贵呢 这个不会有好结果 有可能坐牢 也有可能就直接 遣返回这个中国 本来拜登和这个中国的关系 就是传统上的美国建制派 不管民主党还是共和党 跟这个中国关系 这些政府的内部很多 都是可以妥协的 可以谈的 但是你这一下子 把这个拜登的这个家人 这些不知是真是假的 丑闻 还有这些淫秽照片 淫秽录像 你自己为家验证的 直接冲到最前面 发出来 在网上广泛传播 这个很危险 我觉得是他个人 就是一场豪赌 完全他没有必要 介入其中的 完全是冲到了这个 最前线 被人当枪使 也有可能就是 自己主动当枪使 我们知道 从去年年底啊 就是据报呢 FBI已经拿到了 亨特拜登的这个 修电脑的这个硬盘 调查这么长时间 都十个月了 FBI一直都没有这个 给出任何结论的 就是都没有说 有什么什么进展 这个显然就是 不想在这个 最后美国大选之前 就跟上一次一样 FBI不想这个高调介入 上一次呢 等于是对 这个西亚利非常不利 你大选前十天 你开了重启 对西亚利邮件门调查 结果 某种程度上呢 是让这个西亚利输了 这肯定不是主要原因 但也是一个 这个火山加油 交友 所以这一次 特朗普就算是 他任命的 FBI的局长 还有他这个司法部部长 他让这俩人 使劲的公开调查 拜登这个涉嫌腐败 他儿子的涉嫌 这个跟其他国家 这个腐败的传闻呢 FBI和司法部都不动 都不表态 就是在拖时间 在等 因为人家这些人 现在是给这个 特朗普 你说的好听点 是服务 说的难听点 当狗 但是他不能当 一辈子狗 他将来也得考虑 他的这个退路 如果这个特朗普 选举被选下去 那这些人 他们也要自保 对吧 你哪怕 是特朗普 这个下去之后 你如果还在台上 你该查 怎么样呢 你一点点查 或者说根据 这个选举形式 你决定 继续查 还是说 就是直接结案 就是证据不明 我就不查了 人的都是为自己 有一个这个 自保的 但是这郭文贵呢 他没想那么多 他就直接把这些 视频传上 所以非常非常危险 这个郭文贵和路德 现在是冲在第一线 把自己就是亲自说 亲自贴这件事情 非常非常危险 我不知道 不知道最终会怎么样吧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反正今天就给大家 说一下这事 你如果愿意看的话 你看就小心一点 就不要做什么 设计违法的事情 好吧 好的 今天就给大家说 这么多 非常感谢您 这个观看 如果喜欢的话 欢迎您支持 电视频道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电视频道